大家好,这里是巨蛋先生,我是师妹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你工强女干了我老婆,我就要和你老婆偷情的故事 电影名字叫苹果 苹果和大维是一对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小夫妻 虽然没杀钱,但日子过得也还可以 大维没有固定的工作,只能偶尔靠擦大楼的玻璃来挣点钱 苹果是洗脚城的按摩小妹 洗脚城嘛,总会有一些客人动手动脚的 苹果脑子机灵 比较会说话,经常逗得客人哈哈大小 还额外给他一点小费 但是便宜是根本就占不到的 一天,他在洗脚城的好朋友小妹被客人摸了胸 小妹一着急,将客人的脚趾甲给修没了半个 洗脚城的老板老梁不能容忍自己的员工对客人做出这样的事 摸了就摸了,又不是什么大事 客人放下狠话,如果小妹没有被辞退的话 他就要带人来这里砸场子 无奈之下,小妹还是离开了这个洗脚城 苹果带着小妹出去大吃了一顿,发泄自己的情绪 一个没注意,苹果喝多了酒 他在洗脚城里,找到了一间没人在的空房间休息 看这样子,铁定是将这当成自己的家了 路过的老梁被房间里面那一抹刺眼的白色给吸引住了目光 老梁本就是个多情种,经常要背着老婆出去招记 他一向管不住自己的老二 便意图攻残女干沙发上的这个女人 醒来的苹果强力反抗 但还是没能拦住这个金虫上脑的男人 不巧的是,这一幕刚好被窗外的大为给瞅见了 大为第一反应就是自己被绿了 还没挨到老梁的身体,大为就被保安给拽走了 苹果回到家后,大为和他发生了关系 但他嘴上丝毫不留情面地骂着苹果 次日,大为给老梁打电话,让他给自己两万块钱 老梁不肯,他给了苹果两千块,让他从自己面前消失 苹果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他以强奸作为威胁,让老梁被迫将他留了下来 大为想了很多,他决定要将这件事情告诉老梁的妻子林姐 林姐可不是吃素的 他早就知道自己丈夫的那些破事 只是他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管罢了 他虽然和老梁夫妻不和 但也不会傻到要为了外人窝里斗 他给大为提了个意见 他绿了你是吧,那你绿了他不就好了 大为一听,觉得还挺有道理 当即就和林姐发生了关系 这事过去没多久,苹果怀孕了 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大为的还是老梁的 大为坚信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 苹果本想去将孩子打掉 大为不让,还说这是上天给的机会 他找到了老梁的面前,告诉他苹果怀孕了 老梁死都不认这个孩子,便将他给轰走了 大为走后,老梁和林姐商量了一下 决定要让苹果将这个孩子生下来 如果这个孩子真是他的 那他就将孩子带回自己家养 反正林姐也是不能生日的 他告诉大为,如果孩子生下来之后是自己的 他就给大为十万块钱 如果是大为的,那这事就算了 双方都不亏 几天后,老梁给了大为之前的那两万块 然后签订协议,将此事定了下来 从这时候开始,苹果就成了三个人的重点保护对象 生怕他哪里出问题 老梁对孩子很是上心 时不时的就要带点保健品给苹果 还给大为买了治打呼的药 让他晚上睡觉时别吵着苹果 十个月之后,苹果终于将孩子生了下来 大为看见报告后,发现这孩子是自己的 这下他慌了 他花了四千块钱 让医生将孩子的出生证明给改成了和老梁一样的血型 孩子交给了老梁 他也如愿以偿得到了那笔钱 苹果做完月子后 以保姆的迷意住进了老梁的家照顾孩子 一段时间过后,大为又看不上老梁和苹果之间的亲密又融洽的样子了 他想将孩子接回来 他和苹果坦白了自己让医生改血型的事情 苹果压根不信 大为认为这是因为苹果变心了 便将苹果揍了一顿 某日,大为利用自己工作的便利 偷偷拯去老梁的家将孩子给抱走了 丧心病狂的大为竟然将发现自己的苹果给绑起来 老梁报警没多久之后 大为就被抓进了警局 警方给孩子做了亲子鉴定 老梁一看结果 直接傻眼了,养了几个月的孩子 说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 这谁受得了啊 他可以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继续将孩子当做自己的 大为不愿意 他将十万块还给了老梁 坚决要带孩子走 他给了老梁他们三天时间 时间一到他就会带走孩子 等所有人都出门后 苹果抱着孩子 拿着那十万块 离开了这个充满欺骗的地方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苹果在这部影片里可以说是最抢的人了 被双方当做生孩子的工具 和大为结婚之后 也没有得到妻子应该有的宠爱 每次大为做错了事 道歉的反而是苹果 一个爱钱 一个爱孩子 就是没有人爱他 这样的情况之下 苹果终于认清了现实 离开这两个男人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 喜欢师妹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明天见 拜拜